我今天要来跟大家来 还是上个月的拥有 所以拥有文化 今天中午的两小时的恩高聚会 从二月份的第一周开始 神又带下新的恩高 所以你们要去听一听恩高聚会的录音 所以待会儿我会来传递 最后我最后花一点点时间来传递给重生堂 因为你们今天没有去领受 但是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新的恩高 从两小时被释放出来 好 感谢主 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拥有自己 但是特别的小标题是拥有自己的小灵人 小灵人我们来看一看 我们就清楚 我们人要分 人的结构里面是分三部分 我们来看看下一页 下一页 好 人的被造 这个是第一页 是不是 对 好 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 亲爱的主 我们感谢你 创造我们的神 我们要感谢赞美你 主啊 你是何等的奇妙 你创造我们也是何等的奇异 主啊 我们感谢你 我们今天要来认识你 所创造的我们自己 主啊 我们要在耶稣基督的救恩里 我们要拾魂我们自己 主啊 曾经在伊甸园里所吃掉的 这一切的荣耀的身份 和荣耀的生命 主啊 我们要在耶稣基督的救恩里面 重新的恢复 恢复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谢谢主 祝福我们今天下午的分享 祝福我们的福事 祝福我们孩子在你面前的分享 感谢赞美 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这张图呢 大家很熟悉 有很多的人熟悉 只要你参加过 遇见神特会 我就会来 拿这张图来 跟大家来示意人 所以大家看到这 看得见这三个圆圈 这一个重生的基督徒呢 它有灵 最上面的一个圆圈是灵 圣灵内住到我们里面 同时还有人的灵 看到没有 这是两个灵 一个重生的基督徒 其实有两个灵 一个神的灵 一个人的灵 中间的圆圈呢 是属于叫魂 从我们遇见神特会里面 重点处理一个中间的圆圈 中间那个圆圈 还有很多的阻塞 使我们没有办法涌出 活水的江河 圣灵在我们内住 但是我们没有办法 把圣灵丰盛的 那个活水涌流出来 原来是里面是有阻塞 当然遇见神特会当中 我们花了整个六堂课的时间 来处理这些阻塞 大家也比较熟悉 你参加过遇见神特会 你就比较熟悉 当然最外观就是身体 身体我们一看就很清楚 所以呢 身体是在人的最外侧 而灵魂 魂部分是隐藏在身体里面 而灵呢 是我们人最深最深的地方 是我们人最深处的地方 所以要认识一个人 认识身体很容易 所以一个人的高碍胖瘦 胖瘦和他的长相 和他的男是女 一般来讲 一眼就能看清楚 所以是多大年龄 什么样的体态 一看很清楚 因为他在最外面 他在最外面就最容易 最容易认识 但是稍微再往里走 你就发现 认识就不那么容易了 你说知人知面不知心 就是这个原因 甚至有的很多夫妻 几十年都没有认识到 对方是什么样 甚至连自己 可能都没有能够完全认识 所以能够真正认识自己的 并不是很多数 所以这就是原因 就是他在我们的里面 所以我们需要用神的真理 用神的话来辨认 来看看我们自己 是什么样的问题 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 不是魂的问题 是灵的问题 原来我们发现 不仅仅人有魂里面要阻塞 连灵都要阻塞 过去传统 教育里面的传统 是很少讲这个的 大家我们一般的以为 人一重生 圣灵就内住 人的灵就得救 然后我们一生的时间 就是魂得救和体得救 一生的时间 是来拯救魂的和整体的 现在我们发现 其实不然 灵也要被拯救 灵其实里面 很多的是被努掠的 灵不是自动地就被得救的 拯救的 圣灵内住到里面去 不是一下子就住到灵里去了 原来这个灵是被挟制的 很伤害的 有很多的捆绑的 咒诅的 挟制的 同样的对这个灵 就是人的这个灵 同样的是 有很多的压制捆绑 所以现在我们要 要重新地进入到一个人最深处 要把那里面的灵的问题 要处理掉 要很多地处理 这是过去 你很难到处 你一般很难看到这个 任何一个 这方面的资源 这方面的文章 是讲到灵 我希望它有问题 因为教会一般认为 灵没问题 只是魂有问题 和身体有问题 耶稣基督救恩 我们觉知受洗的那一秒钟 一瞬间 我们的灵就进入完全 灵就毫无问题 现在告诉你 这是一个错误 我必须重新地要回到 把灵要处理 跟重视魂一样 还要重视 来处理这个人 人的灵 这就是小灵人 为什么把它叫小灵人呢 用英文来讲 它叫inner man 叫里面的人 保罗通常来讲 里面的人 我们外体虽然小坏 我们里面的人 力量越来越刚强 所以容上加容 这个都是讲到里面的人 里面的人 就是这个心理的力量 所以圣经当中 用这个里面的人 心理的力量 保罗非常强调 这个里面的人 叫inner man 我们家墓士把它叫spiritual man 我们把它叫小灵人 实际上为什么叫小灵人呢 有弟兄姐妹也提出疑问 因为他看到他的灵人 有的并不小 其实大部分的人都是很小 我们发现这个 整个服饰经验当中 几乎是99% 都是小灵人 很小 所以而且呢 很不正常 很不健康 很多人几乎小灵人 是死亡状态 是枯干死亡 极其的枯干 极其的没有气息 所以我们才发现 这个灵人必须处理 大家或许有经验 无论我在参加什么样的聚会 什么样的恩高聚会也好 遇见神特会也好 还是各式各样的 比如说主日也好 有非常神同在的聚会也好 我在现场感觉神非常同在 我感觉在这里信心特别大 但是我一走出门 回到家中 好像一事殆尽 好像刚才的那份感动没有了 那份恩高也没了 信心可能一下掉到谷底 大家不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呢 因为你在这场测会当中 你一直是在外面的人里面来活动 里面的人是没有接受能力的 里面的人是死的 甚至是捆绑的 是隔离的 是没有办法 你再强的恩高 神再同在 你都没有接受到 所以你里面是 里面是枯干的 所以被称为外强中干 所以无论你做了多少数年活动 里面的那个人没有活动 没有资予 所以你里面是枯干的 你要不了几天时间就流失殆尽 因为外面的人只是你里面的外壳 里面的人才是你内心最深处的地方 你内心深处是枯干的 贫乏的 和困索的话 你里面外面再光鲜 外面再更高 它流失很快 它不会改变你的生命 我曾经服侍一位牧师 看到一个异象 一个苹果 非常光鲜 但是一看 里面的心是被虫吃了 他的心是烂的 所以他这个是典型地描述了 一个基督徒 这还算是一个追求的基督徒 一个典型的追求的基督徒 只是在外面活动 远远不够的 里面的那个灵人不是自动可以成长的 是必须要处理的 是要做医治 做释放的 是要做认罪 悔改 破除 砍断的 所有对神 对人的魂所做的一切的处理 属灵的处理 对灵同时要处理 这就是我们 神在这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赐给家庭教会的一个独特的亮光 所以我们在这一个月里头 已经传讲了很多 服饰了很多 我面对面的服饰是接近20个人 集体的服饰也有好几十个人 几乎百分之百的小灵人 找出来的都是快要死人 奄奄一息 有的骨瘦如采 全部就是几乎每一个人的属灵生命 无论你是牧人也好 还是传道人也好 还是信主多久也好 我们的属灵生命 都是这样的一种状态 所以我身上 到越来越来服饰的时候 就越来越有一种负担 就是要把这一个 很重要 非常重要的一个 把人的本质的东西 我们属灵生命的本质的东西 要传讲出去 要使许多的人 在这里得到造就 这就是我要跟大家一点 开头篇 好 我们再往下看 人的被造 所以我们一起来把这个经文 我们很快地要把这个 讲过去 我尽量在十五分钟里讲完 因为后面的祷告非常的长 我们一起来读 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上 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 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 好 创世纪二章七节 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 将生命的气飞在他鼻孔里 他就成了一个 成为 我们的合合本是成为一个 有灵的活人 实际上英文叫活魂 所以成立一个有灵的活魂 撒加利亚书十二章一节 造人里面之灵的 叶和华 好 再往下看 好 人的被造 好 这个又回来了 人的被造 生命的气 加身体 就产生灵 刚才我有一个改 有一个在那个folder里头 那个版本 这个可能是 没改过的那个 这个是版本的问题 就是生命的气 碰到了人的身体 产生灵 好 我们再 这个算了 这一块过去就过去 我很快就过去 下一页 好 好 生命的气 我们知道神用成土 造了亚当的身体 向他吹了一口气 这一口生命之气 碰到了亚当的身体 就产生灵 然后呢 灵 碰到了人的身体 就产生灵 好 我们来看看 第二个灵的功能 真言二十章二十七节 我们一起来读 人的灵是耶和法的灯 罗马书八章十四节 因为凡被神的灵 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 好 罗马书八章十六节 圣灵与我们的心同正 我们是神的儿女 这里头讲到两个灵 第一个经文是什么 是谁的灵 第一个 人的灵 好 第二个呢 神的灵 就是圣灵 第三个呢 圣灵和人的灵都在 所以我们要知道 人重生的基督徒 是有两个灵 一个圣灵 一个人的灵 我要在这里特别讲的 就是人和一切动物的 最大的差别 就是人有灵 而动物没有灵 所以动物是有意识 有魂的 初级的 低级的魂的功能 有身体 而人不仅仅有魂 而还有灵 这个就是神吹的那一口气 所有的动物神没有吹 好 我们再往下 的功能 堕落前的人类 我们看一看 这就是一个人 堕落前 亚当夏娃的 他的灵魂体 是非常的荣耀 看到没有 这个三个圆环 这个是代表 他的极其整齐 而且充满荣耀 我们看看 人的灵在最里面 然后第二个环是魂 第三个环呢 就是身体 好 我们看一看 灵是干什么呢 灵是做什么 我们一起来读 灵是接触 属灵的领域 魂呢 接触知识领域 体呢 接触物质的领域 我们看看 人的灵 是耶和华的灯 所以这就是中间 那个灵 是耶和华的灯 好 我们再看一看 神和人的关系 是怎么来处理的呢 中间那一个红箭头 这个是表示 神和人的连接 神在天堂 或者那个十字架 代表的是神 神跟人的连接 是跟什么连接呢 他的沟通 是跟谁沟通呢 跟灵沟通 看到没有 神跟人的关系呢 它是这样的一个关系 神呢 如同人的主人 灵呢 如同人的主父 魂呢 如同管家 体如同仆人 大家可以想一想 主人发令 管家 主父 主人跟主父 它是夫妻关系 它是主父 然后魂呢 是一个管家 他来发令 直接指挥仆人 所以我们的意志 可以指挥我们的身体 我们往前走 往后退 这个是这样的一个关系 好 大家有兴趣 可以更多的去 看那个 尼托森弟兄的 有一本书 《属灵人》 这本书 可以把这方面 讲得比较清楚 但它没有服饰 所以我们呢 我们的神带领我们 就带领出一个服饰了 好 再往下 人的堕落 我们来看 创世纪二章十七节 只是分别 创世纪二树上的果子 不能吃 你不可吃 因为吃的日子怎么样 必定死 死是什么意思呢 死就是隔离 好 注意 带下灵 让灵死 其实就是灵 人的灵 和神的灵的隔离 中间的关系 沟通的关系 切断 好 我们再看看 注意带出魂怎么样啊 魂开始做主 注意带下体怎么样啊 体做王 然后 灵 被称为死 所以 你吃的日子 必定死 但是亚当下王 他肉身 并没有当时 立刻死 他只是一个灵的死 灵的死的意思 就是表示 他跟神的 连接和沟通 切断 隔离了 好 我们再往下 亚当犯罪 看看这张图 亚当刚开始犯罪以后 怎么样啊 中间的连接 切断 这就是罪 罪和把人和神之间的关系切断 就如同断电 所以呢 因为中间的灵是 是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 所以就如同一个灯泡 那电源是谁呢 电源是神 你搞电的 知道啊 中间呢 切断了 这个灯泡还亮不亮 就不能再亮了 我们再看 好 一个一个的点 点快一点 失去荣耀 变暗 变暗 再变 变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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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然黑暗 这像一个电炉子 所以人一旦跟你神切断以后 人整个的人 耶和华的灯 变灭了 人整个的人生 就变成全然黑暗 这就是人的堕落 所以为什么人堕落 越来越严重 越来越厉害 世代越来越黑暗 其实亚当下 我刚刚开始判罪 还没现在这么黑暗 越到后面越黑暗 越到后面越黑暗 越来越黑暗 黑暗到一个最绝顶 直到这个时候 就是大灾难 神就要来收拾 来解决这个问题 好 这就是堕落后的人类 我们再往后 神的恢复 以细节书36章26到27节 我们一起来读 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心心 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 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食心 赐给你们肉心 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 使你们顺从我的律力 谨守遵行我的点 好 我们在这里看 一个心心 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 好 我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食心 赐给你们肉心 我必将我的灵 这里头特别讲到了 其实有两个灵 一个是我们自己的灵 一个心灵 一个我的灵 这我的灵是谁的灵 神的灵放在哪里 放在我们里面 好 我们再来看 往下翻一页 好 这是一个全然堕落的人 好 谁进来了 他说我把我的灵放在哪里来了 放在你里面来了 大家看一看亚当犯罪之前的 我的灵在哪里 就是神的灵 在哪里 在外面 在那个天上 对不对 现在呢 有个不一样 然后神的灵到哪里来了 到人里面来了 好 我们再来看 快点 敬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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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然做主 好 这个就是全然做主 我要是 这一串的这个图是说明什么呢 就是当圣灵进去的时候 并没有立刻的进入到人最核心 再回过去 它是在最边缘的地方 它是进来了 但它没有完全的进入到你的核心里面来 为什么呢 为什么没有立刻的进到人的灵里 进到我们的灵核心里面来呢 因为这个灵是被捆绑 这个灵是完全被捆绑 这个捆绑有很多的原因 有罪 有家族性的咒诅 有各式伤害 等等等等 这个灵是一个非常非常入 很没有生命力的状态 它没有办法跟圣灵结合起来 圣灵也没有办法真正地住到里面去 圣灵只是在一个很外围 没有完全跟我们的灵结合起来 这就是问题 这就是我们现在基督徒的问题 里面是有圣灵 但是圣灵跟我们的灵没有完全地结合 这个问题就是要来处理 我们要处理的就是 我们的灵为什么没有把圣灵全然地结合起来 是我们的灵有病 有罪 有伤害 有咒诅 有瑕疵 必须把这些东西全部处理了 你才可以让这个圣灵全然地 住进到我们里面来 好 我们再往 再来 可以动画一点 不要这么快 再来 慢一点 一个停一秒钟 好 先进来 再往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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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是往后了 往前 往前到 刚进来那个时候 圣灵重生 好 继续 到最黑的状态 再一个 好 这就是刚刚重生 圣灵内住 接受救恩 再来 慢一点 一个一秒钟 好 开始 有光了 再来 好 更亮了 更多的进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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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然做主 这就是我们要做的 我们做小灵人服事 祷告 就是要做这件事 好 我们再往后 翻到最后 祷告与服事 好 我们大家 安静一下心来 我们整个 整个的这个过程 有45分钟 所以大家 求圣灵 特别的来带领我们 所以我相信 有一些人 会找到你的小灵人 在这个祷告服事当中 祷告 找到你的小灵人 他这里有一步一步 每一个步骤 他会带领你怎么做 好不好 我们一起来 好 我先来跟大家 做一个祷告 好不好 主 我们感谢你 赞美你 把下面的祷告 和服事的时间 交在你的手中 主啊 求主的圣灵 在我们现场来运行 主的宝座 设在我们当中 主的宝水来洁净 你拆拍天使天君来 缓绕 护卫 我们整个的会场 愿主的灵 亲自来代理和运行 主啊 你开我们的心窍 开我们的灵眼 开我们的灵耳 让我们弟兄姐妹 从疲乏困倦当中 要承过来 谢谢主 奉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好 我们来有一点 那个等候神的音乐 好吗 佩脸我们 做一个背景音乐 我们安静下来 每一个人 都自己来呼求神 做一些祷告 你自己在神的里面 来呼求 你说主 我今天我一定要得着 我一定要得着 我要在这里更新 我信主这么多年 我一直在外面 一直在外围转 我的里面是枯干的 是衰残的 甚至激进死亡的状态 圣灵虽然住进 到我里面来 但是没有化作 我府中的活水 没有涌流 那是因为我有一个 重要的器官 就是我的属灵部分 是没有活过来的 或者是激进死亡状态 没有办法把圣灵的 那美好和那个丰盛 无限的丰盛 领受过来 我们的领受器官 出了问题 这么多年 我做的一切的工 圣灵不得不旁通 他没办法用我们的灵 他就旁通 他就来直接 来感动我们的魂 直接来感动 我们外面的人 来做工 因为这是不得已的 神的美意 乃是要圣灵 透过我们的灵 然后再释放出来 这样的话 我们里外就贯通 而且当我们做任何一项 神工的时候 里外都得建造 神不渴望 不希望用旁通的方法 所以我们过去这么多年 神是大部分在使用 旁通的方法 来使我们做成神的工 所以我们今天要来 扭转这个局面 我们一起来做祷告 亲爱的阿爸天父 我奉耶稣基督的名 来到你面前 我也代表 我里面的小事跟随 和外边的我 一同来到 天父的施恩宝座前 呼求天父的施恩 让我今天 就得以恢复到上帝 对我最完美的心意 使我的灵魂体 全部进入完全 求主带领我们下面的祷告 垂听我们下面的祷告 求主圣灵在这里运行 求主采败福异的天使 来服侍我们众弟兄姐妹 求主的宝血来捷径我们 在整个的现场 主你的宝座设在这里 来保护我们 谢谢主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下面我们来做一些认罪和处理 主耶稣 我靠着你的名 来到我们天父施恩座前 代表我里外 我的父母 我父母双方 历代的祖先 我们整个家族 来到主的面前 认以下的罪 我们承认 我们整个家族 曾经可能犯过 拜偶像的罪 我们承认 我们犯过 干犯圣索的罪 我们承认 我们曾经犯过 巫术邪术的罪 犯过 捕挂算命的罪 犯过 迷信 秘书的罪 我们承认 这一切 拜偶像的罪 我们悔改 这些罪 我们要向求主 我们要求主赦免 我们的罪 保血来 竭尽我们 整个家族 我们谢谢主的赦免 我们整个家族 领受主的赦免 阿爸天父 我代表我整个家族 和我自己 承认我们家族 有流无辜人 血的罪 我们承认有谋杀 有恨人 有堕胎 这一切 都是谋杀的罪 我们悔改 这个谋杀的罪 我们求主赦免 我们这个谋杀的罪 保血来捷径 我们这个谋杀的罪 我们谢谢主的 赦免 我们领受主的赦免 阿们 阿爸天父 我代表我自己 和我们整个家族 来到你的面前 靠着耶稣基督的保血 我们承认 我们家族 一切淫乱的罪 不节的罪 污秽的罪 无论是心思 意念 态度 行为 隐藏的 外显的 所有淫乱的罪 我们都承认 并且悔改 求神赦免我们的罪 保血 保血 捷径我们的罪 谢谢主的赦免 我们领受主的赦免 阿们 阿爸天父 我奉耶稣基督的名 代表我和我们整个家族 来到你面前承认 我们不公 不义的罪 我们承认我们得罪了上帝 也伤害了他人 伤害了我们自己 我们求神赦免我们不公 不义的罪 求神保血 捷径我们的罪 谢谢主的赦免 我们领受主的赦免 阿们 阿爸天父 奉耶稣基督的名 来到你面前 承认我和我们整个家族 一切不孝顺父母的罪 不尊荣长辈的罪 无论是我们肉身长辈 还是鼠林的长辈 还是各种场合的长辈 我们的教师 老师 师父 曾经是我生命当中 我所有为父为母的角色 我承认一切 对他们没有孝敬 没有尊荣 这一切的罪 求主赦免我们的罪 求主的保血 捷径我们不孝敬父母的罪 我们谢谢主的赦免 我们领受主的赦免 阿们 这个就是属于那个十戒 基本上是十戒的罪 我来做一个破除砍断 大家阿们就可以 现在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拿起圣灵的宝剑 破除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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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姐妹 刚才所认的每一样的罪 给他自己 他里外的自己 和他们整个的家族 带来任何的牵连和咒诅 挟制 魂保 全部要拿圣灵保权 断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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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再来跟我一起祷告 阿爸天父 阿爸天父 我们选择 我们选择饶恕神 我们选择饶恕神 饶恕我们自己 饶恕我们自己 饶恕所有的其他人 饶恕我们 我们里外彼此饶恕 我们里外彼此饶恕 互相伤害 我们选择饶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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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曾经伤害过我们的人 我们选择 祝福所有曾经伤害过我们的人 释放他们 释放他们 进入到我们饶恕的自由里 进入到我们饶恕的自由里 求主也赦免我们 一切的论断 苦毒 批评 抱怨 埋怨 仇恨 一切的罪 因着伤害 错误的回应 所犯的一切的罪 得罪了神 得罪了人 也得罪了我们自己 求神赦免我们的罪 保血洁净我们的罪 我们谢谢主的赦免 我们领受主的赦免 阿们 我们也要求神 赦免我们 恶待别人 伤害别人的罪 我们也要请求 那些被我们伤害的 那些人 和灵魂 和灵魂 你们的饶恕 我们请求你们 饶恕我们 对待你们的不公 不义 残忍 所有的伤害你们的 都求神 赦免我们的罪 也请求你们的 原谅和饶恕 我们领受主的赦免 我们谢谢主的赦免 我们也领受所有对我们 饶恕的人 跟我们的饶恕 我们全然领受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我们一起来奉耶稣基督的名 因着我们所犯的罪 因着我们彼此的伤害 没有饶恕 苦毒 所让仇敌 在我们和神之间 在我们和他人之间 在我们和我们自己之间 内外之间 和一切其他受造之间 仇敌 在我们所有的关系之间 所建造的隔断的墙 射进来的毒箭火箭 射进来的毒箭 全部拔出 全部拔出 拔出 阿们 拔出 阿们 推倒这各种墙 阿们 推倒这些墙 阿们 使他们全然的粉碎 阿们 消失 阿们 消失 阿们 消失 我们所有的关系之间 一切隔断的墙 仇敌所建造的壁垒 分隔 死亡 在我们所有的关系当中 完全的退去离开 阿们 退去离开 阿们 捆绑仇敌的作为 阿们 败坏仇敌建造的墙 阿们 拔出仇敌的毒根 阿们 和毒箭火箭 全部拔出 求主的宝血洁净 阿们 我们邀请主耶稣 你进到我们各种关系 你来掌权 举首位 你的爱 帮我们各种关系连接起来 帮我们各种关系连接 帮我们里外连接起来 帮我们里外连接起来 奉耶稣基督的名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好 这是一个预备 下面我们要进入到 正式的来跟小林人和好 主耶稣我们谢谢你 现在我要来寻找我里面的小林人 求你把他带到我这里 我们来对小林人讲话 在我里面的 我亲爱的 我的小林人 我在小林人 我今天 我今天 要来找你 要来寻找 我来寻找你 我来寻找你 你在哪里 你在哪里 让我能看到你 让我能看到你 首先我要来到你面前 首先我要来到你面前 我要向你承认 我要向你承认 许久以来 我一直淡忘你 我一直淡忘你 有意的 有意的 无意的 无意的 选择 选择 不理你 不顾你 不供应你 不喂养你 不跟你连接 甚至 残害你 压制你 困索你 迫害你 虐待你 今天 我认识到 我得罪了你 我来向你道歉 我要来向你求饶恕 你能够原谅我吗 你能原谅我 能饶恕我吗 你饶恕我吗 今天 我要来寻找你 我要来寻找你 向你道歉 向你道歉 与你和好 与你和好 把你一同 带向我们三亿真神 带向三亿真神 来领受我们神的爱 领受神的爱 领受祂的恩典 领受祂的生命 领受神的光 领受祂的光 你愿意来与我和好吗 你愿意与我和好吗 大家可以安静 来寻找祂 许多的人会发现 会找到 可能有意象 有印象 无论用什么方式 或者是有感觉 或者是感动 你可能会看到祂 那些看不见 也不用灰心 因为每一个人不一样 你要凭着信心 来做一下的祷告 我自己 我也看不到 完全是凭着信心来做的 所以你不要灰心 看到和没看到 凭着信心做 都是一样的 你可以来呼求祂 若是你有一个小名 你喜欢的 你可以呼唤祂 我亲爱的 我的宝贝 你在哪里 我要找到你 我要用你入怀 我要拥抱你 我要来爱你 我也要把三一真神的爱 带到你的生命里来 我也要来协助你 除去一切的瑕疵 捆索压制 我也要来鼓励你 站你起来 复兴起来 苏醒起来 我要成为你的同伴 我要成为你的祝福 我要让你在主的爱中 得自由 得释放 得以成长 长大 成熟 我也要以我的爱 来爱你 我也要来协助你 和人 和所有的其他受造 建立起 金钱的 和神义的关系 不仅仅领受神的爱 也领受 人的爱 家庭的爱 配偶的爱 孩子的爱 父母的爱 我也代表所有的 曾经伤害过你的 包括我自己 向你道歉 求饶恕 求你赦免我 请你原谅我 我也代表我曾经 反叛你 背逆你 想推翻你 自己坐在你宝座上 压制你 这一切背逆 反叛的罪 求神赦免 保虚洁净 我也向你来 认罪 求饶恕 请你原谅我 饶恕我 当你看到他以后 你心中有什么感动 你就向他说 用你爱的语言 用你爱的心肠 来呼唤他 来喂养他 可能他因为 长期缺乏供应 喂养 所以他虚弱不堪 你要向他吹气 你要向他说 爱的话语 因为他的食物 就是爱 当你不断地来 向他说爱的话语 表达爱 也把三一真神的爱 主耶稣的爱 天父的爱 圣灵的爱 带给他 他会慢慢健壮起来 苏醒起来 复苏起来 苏醒起来 强壮起来 从此以后 你就跟他建立了 一个初步的关系 如果你没看到 你呼唤他 你说你起来 我向你吹生命之气 要复苏起来 要苏醒过来 你要复苏 苏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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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醒过来 复苏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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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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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亲爱的宝贝 我爱你 阿爸天父爱你 主耶稣爱你 圣灵爱你 爸爸爱你 妈妈也爱你 我们大家都爱你 不要只觉得羞耻 不要觉得羞愧 不要觉得自己没有价值 你是神 你是神所造 神要把你放在我生命中 来做我的领导 我今天要来尊荣你 我今天要来顺服你 我选择降服你 听从你的领导 我要来尊荣你 我要来尊荣你 你是我的宝贝 你是我的荣耀 我愿意透过你 把神一切的荣耀 带进到我们生命 到我整个的生命里面来 整个生命里面来 全被爆开 破除 释放它 进入到自由 若是太虚弱 你可以向它吹生命之气 你说 愿三文一体 神的生命 更多地充满你 充满你 请你大大张口 请你大大张口 现在就来领寿 现在就来领寿 领寿神的爱 领寿三一真神的爱 领寿神的爱 现在我们一起带领 我们的小灵人 来做一些祷告 我亲爱的 我里面的小灵人 来一起跟我 我们一起来祷告 向我们的神来祷告 我们邀请 三一真神 住进到我们里面来 你说 阿爸天父 主耶稣基督 圣灵保回师 我欢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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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进到我里面 进入到我的核心 进入到我的里面 除去一切的拦阻 若是有任何的拦阻 主啊 你亲自来把它除去 你进到我生命的核心 进入到我生命的内核 我愿意你住进到我里面 我愿意来住进到我里面 我愿意 主啊 我愿意来领受 带你的小灵人 一起来说 阿爸天父 我愿意来领受 我全然领受你阿爸天父的爱 为父的爱 补足我所有父爱的缺乏 父爱的不完全 求你天父的爱来补足 来喂养我 喂养我 使我强壮起来 使我强壮 我吸入 我吸入天父的爱 吸入大大的张口 大大的张口 来分 来给你的小灵人讲 大大的张口 大大的张口 来领受 全然领受 领受天父的爱 领受天父的爱 让父亲的爱充满你 让父亲的爱充满我们里里外外 让父亲的爱充满我们里里外外 大家安静领受 全然领受 敞开领受 饥渴的领受 全然领受 让天父的爱来充满我们 充满我 充满我里里外外 充满我们灵魂体 充满 来再求主耶稣 主耶稣 你是我的救主 你要救把我 救把我的小灵人 救把我里外的人 脱离一切的捆绑 脱离一切的罪恶 脱离一切的压制 因为你是我的救主 把你复活的大能 现在来浇灌我 充满我 充满我 我吸入 我吸入 吸入主耶稣 吸入主耶稣 赦罪的能力 赦罪的生命 复活的能力 复活的能力 吸入 吸入 更多 更多吸入 吸入 吸入 更多 主耶稣 是我们的主 我们一同来到 主耶稣的宝座前 带领你的小灵人 你说 主耶稣 你是我的主 你是我的王 若是 你是万王之王 若是能够贵 你是万主之主 我愿意 我们一起 来到你面前 扑付在你宝座前 扑在你脚前 摘下我的冠冕 除去我的骄傲 除去我的提挡 除去我的悖逆 把我的冠冕 全然摆在你的脚前 降服于你 主耶稣 你是我生命的主宰 我欢迎你 欢迎你在我生命当中 做主 欢迎你在我生命当中 做宝座 彰显你的旨意 谢谢主耶稣 主耶稣 你是我的良人 你是我的爱人 你是我的丈夫 我要来领受你 领受你火热的爱情 火热的爱情 火焰般的爱情 我全然领受 全然领受 充满 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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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的充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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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入 吸入 谢谢主耶稣 我的良人 谢谢你火热般的爱情 求你继续 在我以后的日子里 更多的充满我 我们来吸入 圣灵的爱 圣灵的爱 圣灵安慰的爱 医治的爱 包扎的爱 医治的爱 温柔的爱 恩慈的爱 怜悯的爱 为母的爱 我们全然领受 全然领受 全然领受 把那份柔弱 那份温柔 那份恩慈 充充满满的 充满在我里 充满在我的小龄人 充满我里外 充满 充满 亲爱的圣父 阿爸天父 主耶稣 圣灵保回师 我愿你们的爱 充满在我里里外外 让我能够用你们的爱 神的爱 父的爱 主耶稣的爱 圣灵的爱 去爱我自己 爱我身边的人 爱你所有的受造 谢谢主 主耶稣 我也愿意 住进到你们里面 阿爸天父 我愿意 进入你的怀抱 进入你的怀抱 求你来拥抱我 阿爸天父 用你温暖的怀抱 大爱的怀抱 用我入怀 来抚平我里面的伤痕 医治我里面的缺乏 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 让我安息在你的怀中 安息在阿爸父的怀中 安息在我们的良人 耶稣的怀中 与主良人清嘴 让我们来领受圣灵 顺承圣灵 体贴圣灵 听从圣灵 阿爸天父 主耶稣 圣灵保回师 让我的小灵人 住进到灵里面 完全地住进去 充充满满地住进去 住在我三一真神的 爱的怀抱中 阿们 哈利路亚 我们来再做最后做一个 让我们的灵魂体 全然 要恢复秩序 主耶稣 心爱的圣灵 求你来帮助我 让我们里里外外 全部按照上帝 你最完美的创造 灵魂体 完全与你的旨意 与你的创造 完美的创造 对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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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兴我的灵 让我的灵 来顺从圣灵 让我的灵 来领导我的整体 让我们的魂 降服我们的 让我们的己 降服我们的灵 让我们的魂 降服我们的己 让我们的体 降服我们的魂 使我们的灵魂体 神在我们当中 来掌权 灵魂体 完全恢复到 与神创造的 最完美的旨意 恢复这神圣的秩序 在我的生命当中 谢谢主 主啊也祝福我们 四重关系 祝福我和三一 真神的关系 祝福我和人的关系 祝福我里外的 两个我的关系 祝福我和一切 受造的关系 谢谢主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 阿们 阿们 最后有一个建议 就是在以后 自己每一天 里面的和外面的 要沟通 彼此相爱 就像两个人一样 要彼此相爱 这是跟你同行同伴的 一起的 两个人要完全合而为一 并且来爱神爱人 爱神的所有的受造 所以有许多的弟兄姐妹 会从这里慢慢开始 有一些更新和改变 这个只是一个 大面上的 粗糙的一些服饰 若是要有一些 个人的需要 可能要做一些 个人深度 深度的医治 所以呢 现在很多的弟兄姐妹 有很多的需要 所以现在 我可能要有一些 可能会安排一些 集体的医治 做一些大的医治 可能会要安排时间 这是我初步的设想 我会跟牧者一起来 商量讨论这件事 最后 我们要来回应这首诗歌 这条路 我们一起走 这条路我们一起走 这一起呢 我想象的 就是要与四重关系的一起 我们不仅仅是 我们肢体之间一起 我们家人配偶一起 我们不仅仅要跟神一起 甚至我们里外要一起 所以每一天 我们里外都要来一起 来敬拜神 一起来祷告 当我们以后读经 祷告 灵修 内在生活的时候 你都要来做一个祷告 额外的加一句祷告 在我里面的小林人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来赞美 我们一起来等候神 我们一起来听道 我们一起来祷告 宣告 你把它带到一起 你每一天要来跟他说 美好的话语 用你的爱来爱他 你每一天要让他来 经历上帝的爱 要把它带到神的面前 因为他现在很弱小 他将来长大了 他要做你的头 你要扶植一位少年皇帝 在你里面 这是你的职责 所以这是神纪念的 这位皇帝要坐在 你的生命的领导的位置 当然他是降服于圣灵的 这个灵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一起来走 携起我们里面的小林人 携起我们旁边的弟兄姐妹 携起我们的家人 配偶和儿女 携起与我们的三一真神 一同走这末世 心腹的道路 我们一起来走 这条路呢 周牧师建议说 能否改成心腹路 心腹路 这条路 心腹路上 我们一起走 我们先按照这个来唱 当然我们试一下 用那个心腹路可不可以 我们站起来 声音可以大一点 好 我们一起来 手拉手 这条路上 我们待会儿第二遍我们来 欢迎大家来唱 先我们来跟着这首歌一起来 来帮我们刚刚找到的小林人 带着我们一起来走这条路 向我们共欢难 这条路上 我们绝不能回头 这首诗歌是小林人 在你年前 二十三年 这首诗歌是给中国教会 2015年的老大四个家教会 这条路上 我们共欢难 这条路上 我们绝不能回头 我们同行走向西岸大道 我们带上中国的丝绸 复兴的号召 已在全体吹响 我们要 好迎来大地丰收 大家都学过这个舞蹈的不对 你们一起来跳吧 这条路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一起走 这条路上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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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們在一起我們來追求神 一同來守天祢 阿歷哩 這樣一個 我們在唱這首詩歌的時候 我們在這個唱之前 我們來做一個討告 向我們裡面的小基人來講話 向我們裡面的小基人 我們來一起唱這首詩歌 從今以後 我們倆手拉手 一同走這條人生之路 我向你道歉的 過去這麼多年 我一直沒有跟你連接 我今天感謝神 讓我和你連接起來 我們從此以後不再孤單 我們倆一同來走天路 和神和我們親愛的弟兄姐妹肢體 和我們所愛的我們的家人 和我們最偉大的三一真神 一同來走這末世的 幸福之道路 感情讚美主 謝謝主 我們在唱這首詩歌的時候 我們在唱跳的舞 有會跳的舞 我們在唱跳的舞 我們在唱跳的舞 現在讓我想來 我們在唱跳的舞 她說 孤星妈妈说 是心 我来 我要来成为你的遮盖 她说 她就做了一个很先知性的动作 她就趴在这一位姐妹的背上 她说 我从今天开始 我成为你的遮盖 凡事攻击你的身 先通过我 我成为你的抵挡 今天我太太在这里分享的时候 她想起 我们刚刚结束的 这一场遇见神特会 永生堂有一位弟兄 叫朱丹 大家都很熟悉她 她在那里做了一个见证 她说在永生堂 有一次在营地遇见神特会的时候 有一位姐妹在圣灵充满的时候 邪灵彰显 在她身上 她就旁边有点 对旁边的一位姐妹 她当时全部是失去知觉 对旁边一位姐妹 就对她有一些 有一些身体上的攻击 朱丹当时她说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那个时候我不知道怎么办 但是我就知道 我一个 我就是一个 我就是一个没有思考的 就冲上去 我就趴到那位姐妹身上 然后那位姐妹 那位打她的那位姐妹 就打到她的身上 她说 我有一个心愿 就说 凡攻击到我弟兄的 我姐妹的 任何子弹 我要来抵挡 我是来挡子弹的 所以这一个分享 就是 我太太为什么突然今天分享呢 进入到二月份之后 在前两三天 就带着她 把她过去很多很多的伤害 全部给她翻出来 所以透过郭文贾牧师 对她的俯视 郭文贾牧师一看着她 哇 你太辛苦了 你好疲劳 好辛苦 后来说 好多的剑 好多话语的独剑 涉进到你心里 看到很多的独剑 独剑 然后都给她拔出来 拔出来 所以当她来听这个录音的时候 她就 我当时已经以为 她是一个自怜 我说你这个又把自怜 然后她就想起 许许多多的人 对她所说的每一句话 包括在服侍过程当中 因为神这一段时间 应该在近两年多的时间 三年的时间 神也透过她带下很大的突破 很多的恩典 透过她 所以当然也是遇到了很多的抵挡 有的是您的抵挡 有的是暗中抵挡 有的当面就各式各样的话 来刺激她 来压制她 所以她 以前呢 她说我只有一个信念 在我上岗之前 我祷告过三个月 神给她一个意象 看到科西马尼远的景象 所以主耶稣的一生 就是成全 父的旨意 她就是以这个呼召来上岗的 所以她每一次受到的伤害 她都是以这一个来胜过 她有一次的 有一次一个权柄 对她所说的一句话 她五天的时间没睡觉 里头的愤怒 不复不复 很深很深 但是她就以这说 我的一生 就是要来玩成就神的心意 所以她就这个来 就把她解决了 释放了 五天之后 她全然恢复正常 重新上岗 这只是一个例子 就是这样的伤害的事件 我作为丈夫是很清楚的 是很多很多的 各式各样的弟兄姐妹 对她的语言 各方的伤害 但是我当然也鼓励她 你承担这个角色 一定是有伤害的 一定仇敌是盯着你的 弟兄姐妹当然都有 各式各样的看法 也都不是完全的 当时她一切都挺过来了 两三年都挺过来 你觉得你这个 只要完全神的 让神得满足 我就可以了 但是前不久呢 但是前不久呢 神呢就特别地开启她 就是她不是看到一个异象 说她的盒子都是 做了很多很多的盒子 但是都是空的 她就向求问神 神她就什么意思 神说你为我做了很多的工作 做得很棒 但是你里面是空的 你自己没得到满足 她说我不想你得满足就可以吗 她说我还要你得满足啊 神说我不仅我要得满足 我还要让你要得满足 从那以后她就开启一个拥有文化 整个的拥有带进到拥有自己 拥有同工 拥有弟兄姐妹 这个是在一两个月前 带进到教会了 所以呢 这个拥有就是这样来突破的 所以二月份她又开始 我觉得前几天 她就非常的痛苦 她就想起一句一句的话 都是涉心她的心 她自己在神面前 整整处理一整天 哭在神的面前 就不停地拔 哇 饶恕饶恕 认罪悔改 然后她 等我回到家以后 她整个人都非常低沉 后来她礼拜五 我们沉导的时候 她就在那里稍微分享了一点 我说我就有一个感觉 神又带下一个新的恩高和突破 然后带进到教会 就是彼此深度地拥有 彼此地饶恕 彼此地深深地相爱 就是那种挡子弹式的 那种拥有和遮盖 所以当我们来领受这一点以后 我们前天到了永生堂 为王强弟兄 他是癌症到晚期的晚期 所以郭敏加姆斯敦他家去以后 服侍以后 许多许多仇逼的供给 属于征战非常地严重 因这样的死亡的权势 把他们家全部的弩罩 所以我们了解到这以后 我们家牧师服侍完了 我们第二天 我们几位牧者就过去了 然后就在盛餐利益 做他们家的保护 我们就做一个限制性动作 我受到露西师牧的 这个动作的启发 我们所有的牧者 全部手拉手 遮盖他们全家 把他们全家放在一起 我们全部遮盖 所有攻击王强弟兄的剑 首先通过我们教会 当然 攻击所有家人教会的剑 首先通过我们的三一真神 主耶稣基督 所以当我们把这样一份恩告 带进来下来以后 今天中午神就释放出来 就是要把这个深度相爱 合一的那份恩告 带进到教会 我们彼此拥有 彼此遮盖 彼此挡子弹 这个是在末后的世代 特别需要 陈姐呢 分享很感动 全场都在哭泣 我们整个的恩告 就哭成一团 所以陈姐就分享到 她在中国的几次见证 她说真的是弟兄姐妹来 帮我挡子弹 有一次正在聚会的时候 公安全部来了 就要查证件 有一位弟兄立刻地站起来 就为她挡住 所以是她逃过一劫 没被抓住 所以另外有一 她到各地 有一些弟兄姐妹 跟她安排吃住 就告诉她 你在这里住 什么东西你都可以使用 如果有任何人常问你 你把我的身份证给她 你把我的电话号码给她 你不用担心 所以陈姐就分享到她 三年来的 在中国的各地人 都是弟兄姐妹 帮助遮盖和党子弹 所以我们在戴里面 立了一个约 我们全体加安教会 立了一个约 就是要怎么立约呢 全体加安教会 我们在神的爱里面 彼此连接在一起 我们整个大加安教会 成为一个整体 一个密不吐风 一个紧密相爱的 一个连接的 彼此拥有的 彼此遮盖的 彼此挡子弹的 这样的一个属灵的 一个属灵的连接 让三一真神 成为我们的保护 我们自己 加安教会 成为屈祖的保护 屈祖成为弟兄姐妹 家庭的保护 丈夫成为妻子的保护 保护父母 成为孩子的保护 多重的 不同的保护 成为一个整体的保护 所以我想今天 要把这一个恩告 释放在重生堂 好不好 我想呢 我熟悉的是 Jason和雪梅 你们家 所以你们 我知道有一些 很多的属灵征战 在你们的家中 所以我想来 让你们全家 来领受这一个 你们全家 要在这里被 加安基督教会 被重生堂 来遮盖 来保护 所以不要再怕 你们不是孤单吗 我们一同来走这条路 好不好 好 我想这样的 这样的一个 首先 他们夫妇 手拉手 手拉手 两只手都拉着 面对面 面对面 两个孩子 在他们的遮盖之下 好 对 就在会下 就可以 我们的区组 组长是谁 组长 副组长 来 成为他们的第一 二层 第二层遮盖 来 区组长 起来 然后 教会的 我身上的教会的 领袖 三家领袖 来 手拉手 我们的他们的就该 来 三家一起来 还有人吗 我代表 我代表 整个在登记的 这三个教会 好 我代表 所有的弟兄 整个教会 好 外围 所有的弟兄 请你过来 一起来 愿意参加 这个是完全资源 完全资源 有时候 我们愿意来 守望 守望他们的家 愿意来 成为他们的遮盖和保护 好 好 我的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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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外围 这牛姐 也有手拉手 手拉手 今天只是个范例 以后任何人家 都可以来 来领受 这个2015年 2月份 审赐 给我们家 教会的 一个新的恩告 这个恩告 是要为赵 两周之后 达到我们当中 要释放一个 为父为母的恩告 神家 内约 请 我相信是在为这个来做准备 我们一起来宣告 我来宣告一句 大家跟我一起宣告 好不好 这个人讲什么 贾延龙 贾延龙 刘雪梅 以及你们的整个的家庭 儿女 两个女儿 你们的整个的家庭 我们在这里的 驱祖 重申堂 将基督教会 整体 包括海内官 所有的弟兄姐妹 全然地成为你们家的遮盖和包吹 我们全体家庭的教会 外围也有神 整个普世教会的连接和遮盖 在这里呢 普世教会的外围 有神所造的天使 天君 普世主义的天使 全然地成为我们的保护 我们最外围的 最坚固的 最最有力量的 是我们三一真神 圣父 圣子 圣灵 成为我们所有的 神的儿女的尊败和包吹 所有仇敌 黑暗的国度 所设计的 毒箭 火箭 攻击 搅扰 拦阻 所有对我们的身体 对我们的关系 对我们的财务 对我们属灵 所有的损失 企图偷窃 企图杀害 企图毁 快乐 一切的毒箭 火箭 攻击 搅扰 拦阻 全部被 贪回去 敌倒回去 我们在这 重重的 保护和责戴当中 是安全的 是平安的 是喜乐的 是安全的 身心里都健康的 心胜的 谢谢主 奉主 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哈利路亚 我们 有感动的同学 来 做一点 欢迎祷告 他这个说的 手拉手 这条路上我绝不能回头 这条路上我绝不能回头 我们一起来一起的 把手拉手 再来一起的 我们一起走 这条路上我们一起走 这条路上我们共患难 这条路上我们绝不能回头 这条路上我们绝不能回头 我还不回头 我们太少 说过你死守 我去最好久 我彼此有没有 我彼此相爱 我来到彼此来拥抱 你彼此有望 如果我们能够在圈子 我拥有你 我彼此手把手 我彼此相爱 我彼此搁蛋 我彼此保护 我彼此汤子蛋 我不 我疲倡 可惭 我这么好久 读在铁� depiction下 我们要你来吧 你同时 我们还可以一起来 gives me 也沒來遇見 這條路 讓我們一起走 這條路 讓我們收拿手 這條路 讓我們收拿手 這條路 讓我們收拿手 這條路 我們絕不能回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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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能放棄 不要放棄 不要放棄 我們帶上 從過去思想 我心裡好笑 已在前進吹響 我再找你來打你風聲 我們同情 已在前進吹響 我們帶上 從過去思想 和大家 已在前進吹響 我再找你來打你風聲 我們同情 已在前進吹響 我會找你 來打你風聲 我會重新 從向心 和大家 我们可惜到 照顾来诺见的这些 弟兄姐妹 朋友们 也非常拥抱 我们都是个参加的肉串 我们赶到脸来 走脸 帮带所有的弟兄姐妹 我们只要一起来诱咒 一起来走这条片 我们后面还有好多弟兄姐妹 没有被拥抱 所以我们要来走多的起来拥抱他们 我们来拥抱他们 拥抱每一位 来到我们当中的人 都要被保护 这条路 生我们一起走 我们一直来 每一个人和姐妹 都要来被拥抱 每一个人都被拥抱 这条路 生我们 这条路 生我们 我跟你讲 这条路 生 我绝不得回头 这条路 生我们 这条路 我们把全天马上 所有的人都带过来 我们可以 带过来 我们一起走 我们一起走 生我们 所以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 都带到前面来 我们一起来 不要怕 不要怕 这是一个爱 神的爱来召唤我们 要保护我们的质量 我们可以 带到前面来 我们都在前面来 我们最后一次 这首歌 我们每一个人都把手拉起来 我们每一个人都把手拉起来 在灯开上 走破的四肠 歌声的好角 已在前面之下 我们要迎来 帮你封收 这条路 生我们 带到前面 我们再来 跳起来 好不好 那个 这条路 生 我绝不得回头 这条路 生我们共患难 这条路上 我们绝不得回头 这条路上 我们绝不得回头 这条路上 我们绝不得回头 我们去哪里 帮你封收 我们的好角 已在前面吹下 我们要你担他们的丰盛 我们在家 这个偷偷 歌唱的浩江 贫在全地顺乡 我们要你来帮你放手 我们同心 走向心安打荡 我们戴上中国的厮守 负心的浩江 贫在全地顺乡 我们要你来帮你放手 我们同心 走向心安打荡 我们戴上中国的厮守 歌唱的浩江 贫在全地顺乡 我们要你来帮你放手 我们要你来帮你放手 我们要从神那里得爱 神那里得保护 等我一下 等我一下 我们既要你受神的爱 神的安慰 我们过去只认真一点 我们只能到神那里得安慰 得满足 现在神告诉我们 提醒我们 这个真理不平衡 我们既要从神那里得爱 得满足 得保护 也要出人那里 这个就是平衡的真理 我现在突然明白 为什么要当一个人不好 要当他犯罪之前 神就说那人独居不好 要跟他造一个配偶 他可是犯罪之前 这不是犯罪之后 他跟神非常良好的沟通 良好的关系 他还说不好 还要有个伴 还要有个人 所以我们要把这一部分真理来补上 我们发现在我们的很多的人 神呼召里是特别的 能够对神有感觉的人 这个是可以把神的同在 把神的心意带到我们这个群体 我们发现神也有呼召一批人 对人特别有感觉的人 我们过去两个总是打架 彼此不拥有 你这个是错的 你这个是错的 我这个才是对的 现在他发现两个都对 两个都不完全 两个结合起来 彼此拥有 就非常的好 所以五重知识也是这样子 先知的指纹 使徒的指纹 他很容易领受到神的旨意 他可以让这个群体 成为一个属神的群体 而牧者的指纹 一个牧养恩赐的指纹 和教师的指纹 他就很关注人的需要 这五重必须佩戴起来 属天的指纹 属地的指纹 必须把它连接起来 他才可能成为一个天罗地网 可以来保护弟兄姐妹 可以来把最丰满的祝福 带下来 所以神在这方面很多很多的开启 我相信重生堂已经步入了 你们领袖团队已经开始步入这个 我明显的看到你们 这两重指纹都有 你们要步入到彼此拥有 你们是彼此拥有的正好配搭 彼此堵缺口的 堵漏洞的 所以连接起来就是最好的 所以这个是一点 第二点我要讲到的就是 这个小灵人的问题 如果是弟兄姐妹要做真理 还有各种疑问 想要更深的了解的话 主堂我在那里讲道 讲的比较细致一些 所以我花了一个半小时讲的 所以四十多分钟来解释 那还不够 我还在海外的课室里面 有四次的解释回答问题 每一次差不多的一个多小时 所以都有文件 所以那里有很多的疑问 很多弟兄姐妹提出问题 比如说小灵人和我们外面的人 那不是两个人吧 对 它是两个位格 所以这个是 所以为什么它次序是要顺服 它既然有两个主体 就一定有一个顺服的问题 所以外面的人 是要顺服里面的人的 这不是神创造的美意 那没有小灵人不行吗 没有小灵人 你同样可以服侍 你可以做很多神的工作 而且可以做出很伟大的工作 神都纪念 但是你里面没有得造就 你就枯干了 所以到时候你进到永恒的时候 你是一个枯干的生命进去的 但是你可能很多的工作 是被神纪念的 所以你自己没受益 就是保罗所说的 可能我做了很多的工 可能别人都很受益 但是可能我自己被弃绝了 完全可能 我里面没有任何的喂养 就是你太过牺牲了 就是说成天就为别人牺牲了 自己饿死 枯干了 所以神要怎么样做呢 祂的意图是要圣灵通过你的小灵人 然后只和外面的人 这个通道打通了 就是里面的力量越来越刚强 这个的话你就明显看到你的生命不一样 很多的弟兄姐妹 我这里的一大堆的见证 就是在这一段时间 一个月的时间 很多很多的见证 弟兄姐妹的见证 就是人整个的翻转感觉 所以这个不是可有可无的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是不可缺少的 这一点的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下去怎么做呢 下去就是说 如果你今天找到了 你继续要跟这个小灵人来往沟通 每天带着他来追求神 你所有做的 你过去所学的属灵操练 同样实用 只是你要带着这个小灵人一同来做 今天没找到的 把我今天这个文件继续听 直到找到为止 我们有一位姐妹 国内的一位姐妹 听了六次 把她找出来 有的听了七八次 把她找出来 一定要把她找出来 这个是生命攸关的事情 很重要很重要 所以你找到了以后 我们就会不一样 王军 就是新市场的王军 昨天刚刚跟我发一个消息 一半四五不是她 她当时是有很大的释放 所以她第二天 她坐天车她说 坐天车 我就看到我的小灵人 她就问我 你好吗 她就问了她问候一句 你好吗 那个小灵人就告诉她 我爱你 她当时的眼睛就出来了 好多好多的故事 这两个人的交往 很多的故事 我太太可以写 我老一夜的故事 每天她都要告诉她 跟她怎么来往 非常有意思 有时候跟她来往 你是圣灵呢 还是我的小灵人呢 她说我是小灵人 她说那你什么都什么都懂呢 因为圣灵住在我里面呢 她刚开始问她说 圣灵在不在里面 还没有 为什么呀 因为我很多的捆绑 很多的邪灵就在我外边 把我捆住了 她说那我该怎么做呢 你来做一只释放 然后任罪回来 破除砍断 那个灵就被释放了 小灵人就释放了 然后我们邀请圣灵住到里面 圣灵就进来了 进了没有啊 进来了 就是非常非常多的这些故事 你就跟圣灵 跟自己的灵 就完全活了 所以一定要把自己的灵带进去 你们圣灵旁通是可以的 但是就跟我刚才讲的 你里面的人没被建造 里面的灵人没被建造 好不好 所以大家如果有问题 可以继续来 我们呢 在专门为所有的小灵人 作为医治成立的一个群 微信群 现在有25个人 所以我们每天 很多分享见证 很多的问题回答 很多的各式各样的 都有 那个好像你们在里头 李辉是昨天加入的 他听到我那个海外的 那个歪歪客室的那个 那个录音之后 他要申请加入 所以我不知道他找到没有 刚才不知道多少多少人 找到自己 我相信应该有人找到 所以以后你们慢慢的 会更多更多这个方面 所以有更多的 因为这个是一个心理 很多位置 很多刚刚看齐 所以有很多的疑问 就是很正常的 你很难找个答案 因为外面很少人讲 而且尤其是服侍 讲还是有人讲 你像那个黎徒生 早几十年都已经 之前就讲了 但他没有服侍 所以我们要感谢神 把这一份 这一份 一个非常美好的 这一个开启到我们的教会 好 我感谢神 给神一个掌声 我们最后来做一个结束祷告 主啊 我们感谢你 赞美你 哈利路亚 主啊 谢谢你 谢谢你把这个宝贵的真理 开启到我们当中 主啊 求你继续来带领 主啊 开通我们的心窍 主啊 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 让我们更深更加的明白 这个小灵人的真理 让我们非常的清楚 让我们的真理 让我们的生命是有根有基 建立在磐石上 我们感谢赞美 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好 谢谢